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我们学佛人首先要必须了解自我 了解因果 因为你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 你肯定会不了解因果 因为每一个人做任何的事情 他都是有因果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你要了解人间一切的现象 就是了解自心啊 这件事情可以不可以做 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 就是了解自己 然后呢 然后呢 了解自己的内心 你这样就知道了 我这件事情可以去做 我用良心 本性 来帮助别人 然后 你就中了善因 如果你这件事情 如果你这件事情 在你的内心 有问号 觉得我能不能去做 或者可以做 或者不能做 那么你在你的内心 就产生疑惑 因为当一个人 只要有疑惑的时候 他就产生 这种幻觉 虚幻之感觉 那么你就会种上 你的恶因 那么最后 就会得到恶果 所以要明心见性 就是要能够明白 世界上一切的现象 全部都是由自己内心所造 你到底想做什么样的人 你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报 你今天想做善良的人 你看到自己的佛性了 那么你就能得到 佛性的回报 你今天对一件事情 你如果内心不清静 你就会活在虚幻当中 如果你很明白地知道 这件事善事 我众善奉行 我的内心拥有佛 所以你做出来的 就是佛法和佛性 所以师父要你们懂得 转化自己的欲望 很重要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 一辈子都不知道 怎么样要转化欲望 举个简单例子 这个事情不是你的 你非要 你有这个欲望 但是你把它转化 但是你把它转化 怎么样叫转化呢 就是慢慢地 用另外一种正确的 正能量的 明星 见性的思维 去考量 你所思维的这件事情 你会得到 另外一个不同的解释 比方说 今天 别人叫你去参加 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呢 可能对 另外一个人会有伤害 你自己凭良心说 我是学博人 我不应该参加 这种活动 所以你的内心 拥有了正能量 你就转换思维 把这个 想去看一看 想去了解一下的欲望 就会转换成 我们应该 与人为善 不跟人家去 结冤 结仇 就像我们小的时候 很多同学 说 我们大家一起去 对这个人 进行攻击 你因为有正能量 正思维 你就不会去参与 所以我们学博人 要懂得 智慧的绝招 有智慧的人 他有觉悟啊 他能照亮 他所有的内心世界 他能知道 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能做 这就是学佛人 和不学佛人的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 学佛人拥有了正能量 就拥有了慧命 和他的生命 如果一个人没有正能量 他就拥有了 他自己内心的孤独 和郁闷 想一想 有些人一辈子就感觉自己 灵魂失去了 他碰到事情 他就难受 耳朵听不到佛音 眼睛呢 被五欲六成虚幻假象 所蒙蔽 无法领悟 看不到佛法的光芒 所以很多人 一辈子 带着希望来到这个世界 他希望能够 重新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番作为 但是他忘记了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都带有业障 他们来到了这个世界 虽然带着希望 他们的业障很重 他们离不开 自己的悲伤和忧愁 他们带着眼泪 带着自己不能达到的欲望 离开了娑婆世界 因为他们没有修行 他们没有明心见性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不修行的人 每一天在幻想幻觉当中生活 他每一天就是想象 时常幻想 在泡沫般的贪欲当中 杳无音信 把自己的那些欲望 拥有的和失去的 包括你存在 曾经拥有的幸福和痛苦 都消失在空气当中 承受着消失的痛苦 就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只要回想起过去的一些悲伤的事情 总是无限的惆怅 这些事情在我们脑海里 好像发生过 又好像没有发生过 那就是你因为失去了它 没有了在心中 所以才会产生虚幻的惆怅 所以不学佛 你永远活在自己 内心肮脏的小生命当中 也就是你自己拥有的一个小小的世界 一个小小的家庭 一个小小的人我是非当中 从来不知道能够帮助到别人 从来不知道能够跳出三界 所以我们人在微诚的世界当中 茫然的无法自救 大家都看到有些人 发生的事情 没有人可以倾诉 没有人可以说 因为他太不了解别人 他也怕别人不了解他自己 所以他永远活在那些痛苦当中 在徘徊 最后他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冷漠 这就是他自己的小圈子 在他自己所拥有的 他认为自己的人生亡国当中 失去了他应有的智慧 在鱼翅当中 人生如梦幻泡影 我们每一个人碰到 无论什么事情 其实要懂得受 就是一个受了 接受 承受 你看看我们多少幸福的事情 也是受过了 我们多少痛苦的事情 也是受够了 永远是这个受字 要记住 佛法把受 叫已成念境 已就是已经成为 一个意念的境界 所以我们一生走过了多少红尘路 我们一生 做过多少惊天动地 或者能够让你痛不欲生的事情 它都是成为已成念境 就是一个念头了 一个念头就是一个境界 所以佛教界讲 一念升天 一念下地狱了 想不通的念头 让你下地狱 想不通的念头 让你升到天界 因为 佛法界早就把这些虚幻的人生世界 称为往事不复见 也就是过去的事情 不会再给你重复 再看到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我们小学的时候 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 我们中学的时候那些感觉 现在也没有了 我们曾经在家里 在父母亲身边的感觉 我们现在也是去了 一切不复重现 所以是不要你们 懂得在生命当中 不管出现的一切 善的 善的 恶的 和你不喜欢的 你喜欢的 在你生命当中 所有出现的一切幸福和悲伤 你都无法去永远地占有它的 只是你的一个意念 只是你一个受子 受过了就结束了 只能经历 不能占有的 所以当你拥有这个世界 上一切幸福的时候 那也是只是一个受一下 当你痛苦的时候 也是咬咬牙 受一下 因为我们是时间的过客 所以有首歌就是 过客匆匆啊 人来去匆匆啊 过客匆匆啊 总有一天 我们会和 这个人世间 你所认为的痛苦告别 或者你所认为的 在这个人世间的幸福 你也会跟他告别 所以到了最后 佛法就是教导我们 要放下一切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无所谓失去 我们只是经过而已啊 希望大家懂得 人的一生 已无所谓得到 也无所谓失去 只是一种体验罢了 所以真正的学佛 碰到眼前的 好好的珍惜 对自己过去的东西 随缘放下 未来的要来的事情 要坦然地面对它 诸法空相 幻化存真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空无相 今天的白话佛法 师父前面跟大家讲的 稍微简单一点 后面跟大家讲 佛法 所以师父有时候 因为接到很多电话 很多佛友经常问师父 这个世界上什么最强啊 人总是感觉到 你有一种最强的东西 可以打败世界上最弱的东西 记住了 因果报应最强 因为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慈悲喜舍最大 因为我们一生当中离不开 慈悲喜舍 我们人生犯的错误 你只能等着因果报应 世界上什么最强 墙中自有墙中守啊 大家说钢铁最强 但是烈火可以融化它 又有人说大火最强 但是用水就可以把它熄灭 也有的人说太阳最强 但是云照样可以把它遮住 那么暴风最强 高山可以抵挡它 高山最强 登山者也可以把它征服 那么最后别人说死亡 那是逃不过的 那是最强的 因为没人逃得过死亡吧 但是我们学佛修行人 心灵永远不会死亡 我们会寻找新的生命呢 所以学佛人最强的是他的毅力 很多佛友学到后来坚持不下去了 他就没有像金刚般若般的毅力 为什么会有人退转 因为他没有恒心 没有信心 我们学佛的人要找寻到一条解脱之道 所以我们不怕生死 我们有坚强的怨力 我们会越过困难 刻不烦恼 走向未来 因为有正见的人 正知正见的人 他心中有佛呀 他知道什么是对的 他坚强地走下去 所以有正见的人 他会知道 是非善恶 懂英国 懂报应 我们人应该懂得好坏利弊 别人对你这么好 你为什么反而去伤害他 听起来是那么的自然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 恰恰有太多的人 你越对他好 他越欺负你 这就是人心的贪念所致 这就是人心的欲望所致 因为你对他好了 他拥有更多的欲望出来 所以他就要欺负你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做人 你不理他 他反而收敛了 这就是他不懂得正和邪 他在迷惑当中 别人对你这么善良 对你这么好 你觉得是应该的 这就是我们人会误入歧途 有智慧的人 那是最强的 如果一个人有智慧 你就会解决烦恼 所以智慧 那是无价之宝 是你生命当中的无价之宝 今天师父在 跟几个佛友开示的时候 曾经讲到 人的无价之宝 在生命当中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是经常要有惭愧心 如果一个人拥有惭愧心 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 还不够孝顺 还不够对别人好 还觉得自己对父母亲不够 对别人不够 对自己的师长老师 对社会还不够 那说明你有惭愧心 你才能拥有精进心 那么为什么有很多人不能精进 因为他没有惭愧心 他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欠他的 而他给别人带来了更多 这就是要懂得人意道德 所以能够分辨是非的人 他就能做出理性的判断 一个人 慈悲的人 他就能够降服一切 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 没谁欠你的 你也不欠谁的 这一切都是充满着慈悲 拥有的智慧 帮助别人 别人帮助你 不是应该的 是别人的慈悲心 当你拥有这些正确的意念的时候 你就会克服你自己内心中的邪念 当你受到别人欺负的时候 有冤结的时候 你会拥有心中的慈悲 去化解它 永远要体谅别人 永远要懂得 这个世界上真正最大最强 是什么 我们学博人要懂得 真正最大最强的 就是慈悲喜舍 因为因果报应最强 因为只有慈悲喜舍 你才不会动到你的因果报应 去来自由 无智无碍 应语随达 普见话声 不理自信 既得自在神通 游戏三昧 世民见信 这句话是六祖谈经中的 讲的是你一颗心 心中要有佛 有佛的人 在你的心中 你的心可以自由自在 因为不伤害别人 你才能自由自在 就像你驾着车在马路上 如果你不伤害 其他的汽车和行人 你当然就是自由自在地 在开车 无智无碍 没有任何可以阻挡你的 所以一个有正能量心态的人 他应用随作 就是他应起来 用起来的时候 随心所作 应语随达 就是告诉我们 因别人的语言 你就可以答辩 跟别人回答 因为普见话声 就是你的心 到处都是菩萨的话声 你不离自信 记得自在神通 只要你拥有了你内心的佛性 本性 你就拥有了自在神通 就是自由 所以你去看 一个人有良心的人 到哪里都不会受到别人的攻击 一个拥有智慧的人 到哪里自由自在 游戏三昧 这句话 师父跟大家稍微要解释一下 游戏神通佛 大家都听不懂说游戏 游戏三昧是什么意思 游戏 虚实相伴 就是你度一个人的时候 你要虚实相伴 有的时候你用一句幽默的话去启发他 就像我们济公活佛 他在人间辅度众生的时候 他的内心平静 他排除杂念 又对人间游戏人间的态度 对待一切的苦难众生 因为他把这个世界看成虚幻的 只是在人间走一遭 只是在人间看破了红尘 知道这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然而三昧就是代表着他的这种智慧的心态 所以游戏三昧就是虚实相伴 世民见性 你能够在这个世界 把它一切看成虚幻的 你就是见到了自己真实如来本性 佛经上讲 心知非诗乱 我们人的心 这个非诗乱 诗就是鱼诗的诗 乱就是心很乱 非就是有是非 都是认为物蕴 为恒常的自我 也就是告诉大家 因为你有自我感觉 你才会良好 有的人自我感觉良好 别人说什么话他都不听 因为他拥有了 是非和愚痴的心 所以当一个人不听别人的话 他就进入了愚痴状态 而且他认为 他认为五蕴为恒常的自我 也就是他认为他的观点 他的意念都是永久的 永远正确的 恒常就是认为是长久的 就像我们很多做父母亲的 看别人邻居家的孩子 这孩子不会好的了 这孩子怎么样也不会好的了 等到人家孩子长大了 有出息了 哦有 那是偶然的 因为他不认为他会改好 所以这种自我的结果 其实是真实自信的 一种虚幻的表现 你无非无痴无乱 真实的心药没有是非 没有鱼吃 心药不乱 但是你因为认为恒常的自我在 用你的个人的一种意念 控制着你的八世田中 所以你才会对别人 产生各种各样的意见 所以我们要解脱烦恼 就要超越生死 就是应该懂得怎么样体认自信 你自己要有体会啊 你要认真的去体会 去认识你自己的本性啊 叫体认自信 你要懂得自己本性 内心 那种善良 那种菩萨的智慧和慈悲 如果用这些你来生活 你就不会再进入非吃乱的 认为自己恒常的自我当中 我相信这个讲的比较复杂一点 比较难一点 简单的讲 一个人不执着 一个人不执着某一件事情 你就不会进入恒常的自我 一个人善于改变自己的观点 听正能量 你就会改变自我的那些恒常的自我观点 所以解脱就是通过理解别人 自我去发觉自己内心善良的本性 通过别人的帮助和自我对佛性的理解 来改变你的观念 来改变你 不要染着执着于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